福到你家 作曲 李宗盛 但愿你都会懂不哭泣 旋律涂化你心 总敢生起 因为爱所以愿意 从今偏起 感受美丽 创造传奇 大家午安 欢迎收听 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钟 由天文文化赞助播出的节目 福到你家 我是主持人笑语 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首呢 是由太阳神的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歌曲 新歌 新之歌 新歌 好 那么在节目当中 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导读 太阳神的导师的著作 幸福跟着来 那么在这本书籍当中 一起来探索幸福的全员 品味人生好滋味 上周我们帮大家导读到了 一之十一 十跟十一的内容 接着我们来导读 是一之十二的内容 婚姻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我想如果对于婚姻有很多好奇 或是疑惑朋友 这一集呢 一定要好好的仔细来听了 学员提问说 我女儿今年三十几岁了 不想结婚 也不想有小孩 想要一辈子单身 她恋爱时 并没有受过什么伤害 但就是拒绝婚姻 请问导师 这是命中注定的吗 我要怎么做 才能改变她的想法呢 太阳神的导师解答说 这是命中注定的 婚姻是种缘分 无缘就是找不到Mr.Right 也就提不起想要结婚的动力 但是因为没有结婚 刻意去制造一个结果 糊里糊涂地勉强结婚 如果两人无缘分 日后还是会被迫分开 人与人相处 一定要有吸引力 把彼此吸引在一起 父母与子女也是一样 有某种缘分 将其牵连在一起 这就是所谓的因果关系 你并不知道 女儿在她的生命里 将会产生何种转变 但是无论事情如何变化 都是有因缘的 有因缘就会产生 某种吸引力 即使在上万人的场地 彼此有缘就会碰头 在茫茫人海中 就是会遇到她 这就是吸引力的牵引 不是玄学 也不是道听途说 这是非常科学的 没有吸引力 就不会有因缘 所以想要有好的未来 就要制造好的因缘 才有可能产生想要的果 这就是因果 这么简单的道理 居然有人认为 世界上没有因果 世间本来就是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这是天理定律 除非丧心病狂者 无法面对自己所作所为 才不敢承认有因果 无论有无宗教信仰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如果你今天踹了别人两脚 别人一定也会回踹两脚 这就是因果 就这么简单 在佛教教义里 已经阐述的十分详尽 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 这位母亲应该要随缘 要懂得放下 女儿想结婚就给予祝福 不想结婚还是祝福她 只要她快乐就好 否则为了结婚的事 母女俩天天吵架 弄得精犬不宁 并不是件好事 强摘得瓜不甜 就算得到 当下以为赚到了 事后面对现实之时 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非当初所想的美好 为什么呢 情感本来就无法强求 但是如果你用人世间的方法 手段 好不容易凑合在一起时 后面一定会有一股反作用力 再弹回去 求子或求女都是一样的道理 当因缘不具足 或是福分不够时 想要求个好的子习就比较困难 反倒是 碰巧有个小孩是来败家的 不必求就主动来投胎 如果因为过去的姻缘使然 希望来一个聪明的好孩子 刚好有个必须要投胎的灵 可能因为你的忏悔 发怨 他真的来投胎 但也许又夭着走了 这时你或许觉得不明白 自己又忏悔又发怨的 怎么孩子夭着了呢 你没有把整个时间点看完 夭着以后 又来了一个是对的 是你希望的 因此 这一切不是人说了算 算盘是天地间在打 他打得比谁都精 所以 千万不要用人的思维 去怨天尤人 那就有所偏差了 总有质疑 下一秒里 惊喜追忆 好 我想导师的这段解答呢 一定可以回答到很多人心里的疑惑 也帮助我们更有智慧的去看待 更多不同的事情 在节目里面帮大家导读 这是幸福跟着来这本书籍 采取是学者提问 读者提问 导师回答的方式 在之前我们帮大家导读的是 导师的著作超级生命密码 如果还不了解超级生命密码的朋友呢 也欢迎大家 推荐大家可以从这本书来着手 来入手看一下 到底让生命丰盛的两个关键密码 是哪两个密码呢 全都开成布公的 写在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籍当中 那幸福跟着来呢 我想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书籍 让大家透过很多朋友的提问 也或许可以回答我们心里面 常年以来的疑惑 好 那么在节目里面 我们也会同步的来邀请学员 跟大家聊聊 他们在学习超级生命密码之后 他们自己的收获 心得或者是改变 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淑香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哈喽 淑香你好 小语你好 感恩 感恩导师 感恩小语的邀约 好 那 我是淑香来自马来西亚 对不起 没关系 我以为要介绍一下 淑香是来自马来西亚 吉隆坡 没问题没问题 我也是正想要准备介绍一下 所以淑香是来自马来西亚 吉隆坡 所以待会儿呢 在这个分享过程当中 我们就一起专心来聆听 那想先请教淑香 我应该称呼一下一生姐啦 那想先请教淑香姐 就是您怎么样开始认识超级生命密码呢 其实呢淑香是在去年5月那时候呢 就因为居家办公嘛 都不可以出去嘛 有一个朋友 我的剪影人到现在 我都还没有见过他的一个剪影人 因为他是住在外州的 他就在我们一个团体里面问 谁要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 那时候我还记得5月头 我就 Karroll 淑香就说 哎 我要我要我 因为我很喜欢看书的 我以为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 是我有曾经看过的第二集嘛 然后当 Sylvia 我的剪影人送了这本书给我那时候 我就开始看这本书 然后就不准 其实 淘汰自己有很喜欢看书的习惯 就看大概用了一个星期 也没有真正的去看 觉得很有趣 但是没有真心去看进去 就有一天了 看了第六章 不懂为什么有一个做法 苏香做了一个不应该做的事情 本来是应该看完整本 因为整本的超级生命密码里面 有9个方法 我们一定要把书看完 才可以开始做的方法 但是苏香就误打误撞 看了第六章里面的其中一个方法 苏香就坐在那个露台那边 就开始做那个方法 然后不懂为什么 就流一直流泪 但是那个泪流了过后 那个心是很平静的 说回头 在接触超级之前的苏香 因为自己本身是经营餐饮业的 大家都知道去年三月 在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 整个马来西亚是已经是在封锁的一个情况状下 没有一个人知道要如何面对自己的生意的一个未来 苏香其实很忧虑 但是没有告诉过别人 没有跟家人说 也没有跟朋友说 只不过把自己扛着 那个心情很 其实很害怕 就是不敢跟人家说 那个心情很不好的 尤其是跟生意伙伴 就很多那种 很不好的一个关系 苏香会很怪他 很讨厌他 很生气 他觉得他没有为公司付出 就只会怪人 就只会骂人 一点都没有负贡献这样子 苏香那个心情很不好 会很怕看到他 很怕听到他的声音 所以从来有几个月都不想去见他这样子 就因为看了导师第六章的章节 苏香就做了那个方法 过后那个心情真的很平静 真的是从来从来 因为这一年里面是没有试过的 就是说在抄马五月 截入抄马前的五月 之前是一年里面没有这么的心情 这么的疗愈 这么的平静 然后苏香就做了一个动作 就打电话跟我这个生意伙伴 就跟他说 我要跟你见个面 他就说 OK 没问题 就见面吧 因为之前的关系非常恶劣 当他见到我那时候 他的那种表情就很像要跟 要准备跟苏香打架 那种的表情 你知道吗 但是苏香就走到他面前 就很像半鞠躬 这样子跟他说 对不起 我做错了 我真的是做错 我真的不应该这样子 拒你一门外 没有跟你沟通 生气你 讨厌你 怪色你 这样子 他整个人 你可以想象得到他的样子 很像傻气了 他说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谁的错 就只不过没有沟通 就从那时候开始 我们的课题 我最担心 最不想面对的一个课题 算是圆满的 真的是非常感恩 就是自己的误打误撞 做了这个导师一个方法 然后呢 苏香就很快就打电话去 去打给我的捷影人 我就问他 到底这本书是为什么这样子的 他就说 你看得到人里面那个方法 我想 我看到我还做了这个方法 而且我跟我的生意伙伴 竟然可以坐下来 谈十个小时 没有吵架 没有负面的情绪 我想知道更多 然后我的苏香的捷影人就 你一定要把整本书看完 看完我才跟你说如何做 接下来怎么做 因为苏香很感恩 那个感觉 第一个方法 做了一个方法 就可以有这样子的好成绩 就不期待 就把整本书一晚 一晚里面就看完了 我就 苏香第二天就打电话 跟我的捷影人说 我看完了整本书了 我要怎么做 然后我的捷影人就 跟我视频交通 沟通吧 就用了两个多小时跟我说 然后什么是14样功课 什么是步骤 123 听导师的音档 上经音会 苏香全部都 听话照做 所以在一个星期里面 苏香真的是看到自己的生活 竟完完全全的转了 之前那种忧虑 那种担心 那种不知所措 不懂前景是什么 怎么做 全部都消失了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感恩 然后呢 自己身边的另一半 因为他是爱偶然的国际人士 所以他告诉苏香 我发觉到你的脾气 已经没有这么的暴躁了 已经没有那种 很不耐烦的那种 仪器了 你OK吗 因为他很担心苏香 到底有没有什么事情 然后苏香就跟他 分享这本书的奥妙 这个步骤 没有说步骤一二三 就跟他说这本书 所教的正能量之类的东西 然后非常感恩 他本身是一个 非常正能量很高的人的 所以他很多时候 他是用科学的方面 来跟苏香说来分析 对应到我们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所说的一定要用科学去印证 所以我们两个都 一直做很多实验 而且自己苏香的电 5月中的时候 接触到超码 然后7月头 第一个星期 我们就开一个分行 就全部人就告诉说 哇在这个时间点 你敢敢开店 你知道现在几危险吗 因为这个是在一个 出名的商场 在马来西亚 吉伦坡出名的商场 它的租金其实也蛮贵的 所以说想 但是不懂为什么 就有一种很 很笃定的感觉 就是我这样 我就跟身边家人朋友说 就讲 不用紧的 天地都会安排好好的 真的真的 你都不 没有人相信 我们第一天开张的时候 那个人潮是多么的夸张 要排队 我们 我们本来是营业时间是10点 早上到10点 晚上 这个时间点 在商场都是需要这样子 到6点半晚 全部都卖完了 就只剩下汤底 有顾客来不用紧 我只是给我汤底 都不用紧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 因为苏先生做了一个实验 苏先生就把爱的祈祷 放在厨房里面 一直开着爱的祈祷 然后在自己的柜台 这个收银机的柜台那边 放着爱的祈祷 不单止 不单止生意很好 另外一样就是 那个流程 我们讲 那个整个operations 都很很顺利 没有顾客 有投诉 或者是出错之类的东西 完全没有 因为苏先生之前都有在其他地方 因为这个是我们第三年的生意 之前有开过 之前都有开过不同不同的份 每一次一开新开张 都很乱的 就是没有这个 没有那个顾客 不会投诉 这个那个的 但是就是这一间 苏先生用的导师的方法 完全完全没有 一点不顺利的东西都没有 所以真的非常感恩天地的 那个祝福 让苏先生很顺利 很顺利 然后呢 还不用紧 我刚才有告诉你 在那一个月 都不到一个月 才只不过三个星期 我们的那个营业额 去到差不多六个位数 马币六个位数 全部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真的是给我们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信心 所以真的是非常感恩 然后我的伙伴们 每个都觉得我们是刚巧碰到 我就讲 苏香就讲 很简单的 你们就自己做实验 我们就不要放歌看看 我就讲 我就跟他们挑战 你们可以 不要不要不要 还是宁可信其有 你知道吗 是非常搞笑 但是就因为苏香用了很多导师的法法 人际关系 尤其是跟生意伙伴的关系 真的是180度的转变 因为那个可以说是 意识人最大的一个课题 跟生意伙伴的课题 苏香本身的生活境 或者是跟家人 跟朋友 跟亲戚 都是很好的 除了跟生意伙伴 每一次做生意 生意失败 都是因为生意伙伴的东西 但是就是因为 结束了超暖过后 真的真的有 真的有个出入 所以苏香非常非常感恩 太阳神的导师 真的 听了苏香姐分享 就觉得天哪 太不可思议了 因为大家知道像马来西亚 其实跟台湾的这个疫情 其实呢 我就蛮像的啦 就是现在大家 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声音都受到影响了 但是呢 居然在这个一片 逆势当中 苏香姐的这个生意 可以逆势成长 太厉害了 好 所以最后 苏香姐有什么话 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吗 苏香其实是很想 接引更多的善良有缘 也希望接引到更多的善良有缘 只不过苏香 如果你问苏香 需要提醒大家做什么 只是一样东西 罢了 听话照做 只是听话照做 不要去想东想西 这直接给自己一个机会 我们讲就意气可乘 把东西做完 就很像导师所说的每一样功课 落实 如法实修 你就会看到这个生活境 虽然短短一年 都不到一年的时间 真的是可以看到自己生活境 在转 在搬转着 不只是自己 身边的人 自己的另一半 自己的母亲 姐妹们的关系 都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奉劝大家 真的真的一定要 如法实修 一定要听话照做 给自己一个机会 让自己有一个机会 搬转的机会 这个是苏香小小的一个建议 好 所以我想今天在节目当中 苏香姐亲自的分享 也希望让所有听众朋友 就像苏香姐说的 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 试试看 实验之后 你就知道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帮助 好 那在今天的这个阶段 也再次感谢苏香姐 带来精彩的分享 谢谢你 谢谢 感恩 感恩 最为感恩上次的导师 再见 感恩大家 那么在这里 我们先来听一首 由太阳升的导师 作词作曲的歌曲 《美丽天堂》 再回到节目当中 美丽的天堂 世界努力在一起 扑写动人旋律 亮灶天蜜日记 把我分量 人生有意义 无边无际 有爱有相信 学会好好努力 学会好好努力 不曾放弃 深深世事相拥 风声累积 在美丽天堂 闯进心 让我们洗手 学习 学习 装满着天堂 日记 幸福会依旧 感激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不足人生千百问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 进行的是每周六 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钟 福到你家节目的单元 富足人生千百问 在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跟大家分享探讨 很多人生的议题 那在之前呢 我们跟大家分享过 到底能量是什么 以及呢 如果在一个充满负面的环境当中 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负转为正 它其实有些方法 如果想要了解的朋友呢 欢迎大家可以直接上网去搜寻 然后重播区来收听 那在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们知道说 能量它既然这么样的重要 我们除了蓄积它以外 其实我们偶尔还是会遇到 很多的负能量的出现 那负能量出现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要怎么样来做 在今天我们也同样邀请到的 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精神导师太阳顺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导师好 小云你好 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其实呢 有很多学员都会在节目当中 会分享很多的事情嘛 那特别都会提到 有时候遇到人生那种 又大又困难的事情 然后就去请教导师 导师就是在很轻松的谈笑之间 就化解了很多事情 其实我每次都很好奇 因为像比方说像心理资商师的工作 他们也都会需要看到很多人生各种不同的苦难的状态 那其实呢 很多心理资商师 就是一些担任心理资商师的朋友 就跟我分享说 他们在每接完一个个案 他们可能都要花很多时间去休息 因为他们看到很多的苦难 他们都觉得很无能为力 或是只能陪伴个案去度过他的难关 可是呢 就是总是会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 所以我真的很好奇 导师在面对这种 好像欠债上千万的啊 欺离子散家破人亡的 导师看到的时候 这个负能量这么一样强大 导师不会有这种需要调整啊 或者是怎么样去帮助他的这种情况 这个我就想到以前 到台湾在短时间啊 每天安排一对一咨询 一天 就是每天 这个在这个旅馆里 这个一个小时一个小时 跟这个不同的人在谈 一天最多的时候接 七八个 最多八个 八个案件 好厉害 八个小时就是耗在里面 嗯 然后我也觉得 怎么每天 在暗无天日的 就是在这个 在里面 看清 哎呀 就好像 所以呢 那个时候就在想 那时候 人生怎么这么苦啊 怎么这么多人 有这么多不同的议题 嗯 但是呢 要怎么样来看 这里面到底是 怎么样帮助他呢 其实就是啊 能量里面呢 它是可以去影响到一个人的急凶祸福 嗯 那大部分的这个趋势啊 就是一个人正能量大于负能量多的话 他这个吉祥的事情会多一点 嗯 好的事情会多一点 嗯 那反之呢 负能量强的呢 就是说什么都不对啊 或者是原先看好的 像有些人啊 原先说这个家里出钱啊 然后去做生意啊 嗯 花多少几百万上千万啊 觉得这次一定会丰收的啊 嗯 因为他能量就是不对 所以后来 产赔 都不知道怎么面对家人的 这种case我也 看过有人 这样来跟我做一堆咨询 嗯 后来我才知道说 哦 真的 不是你相不相信的问题耶 嗯 是真的 这个能量不行的时候 它就真的会 有什么样的像会发生的 嗯 所以 更加的笃定了 哦 这个结论了 这个正负能量之间啊 真的是跟我们 吉祥活福 之前这么样的息息相关 嗯 我们每一个人 真的要在这个上面呢 要多加了解 多加用功 对 多加 这样子一个时间精力啊 嗯 来给自己 为自己嘛 把把麦 看自己的能量 长到一种怎么回事 嗯 那 现实面来讲呢 哦 就是说 不管今天是一个人来问我 还是一百个人 一千个人 一万个人都好 嗯 它的境界 其实化繁为简 来看 嗯 也就是能量是正 或者是负的问题 嗯 对不对 这是它的总结来讲 哦 这个到底是怎么 这个戏是怎么演的 嗯 嗯 那刚刚笑语问我说 这个 一般的心理智商师都 接几个个案 有时候只能陪伴他 嗯 这个自己都很累 对不对 对 那我怎么办呢 哦 那我 我想这个中间的差别是 哦 我的这个前提 是因为哦 天地的爱呢 啊 我们能够连接的上 嗯 所以希望藉由天地的爱呢 让人 今天有缘的人 啊 遇到了这样子一个机缘 嗯 而它产生了啊 某种一个正确的方向 或者是观念 那么朝着这方向去做 可以看到呢 只要是哦 这个 能够跟我配合一起共振 往正向去发展的啊 这个当事者 嗯 它当然了 就是一步一脚印的 它最后当然会有一个结论 是好的结论 嗯 那反之呢 那当然也有些人呢 是来看看 热闹 嗯 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但他自己的强烈的 自己的意见 他不会轻易的让别人去 告诉他该怎么做的时候 对 那这种类似呢 后来啊 滑铁卢的居多了 嗯 因为他原先就是不同嘛 嗯 他只来这边看看好戏 看看 来问问这个太阳师的老师 到底怎么办呢 嗯 嗯 但是回去还是用自己的方法 那当然还是用他的这个 呃 模式在运转 那当然最后还是 不通的话就滑铁卢了 对 所以 现在就看到了 哦 这个 能量场震撼副的结论 嗯 它对应在我们的身体也好 嗯 日常生活中也好 或者是很多的 恩怨情仇 嗯 的解决方式也好 嗯 如果能够让自己人 正能量场增加 而且不漏的话 嗯 那真的是自己的一大福气 嗯 是这样 老师刚刚说到你这个很重要的关键 哦 就是 化繁为简 一切又大又难的事情 其实化为一个简单的结论 就是 能量的关系哦 这听起来是蛮神奇的 说七里只散 家破人亡 这个也跟能量有关系吗 好 但是呢 在很多全世界的学员 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访谈很多的学员 哇 他们那种什么几十年的什么身体的病痛啊 忧郁症啊 或者是 呃 这种长期的跟这个家人关系不好的 哎 都在超级生命密码当中学习听歌 哎 之后就有改变了 这真的是一件蛮神奇的事情 但是我们 呃 也要帮大家来问一下 就是说 很多人会一直担心 我们有据称叫做奇人优天嘛 哦 就是很喜欢一直烦恼未来哦 就是未来都还没到 就不停的在烦恼 哎呀 这个孩子 可能这五个月后要交学费了 哎呀 这个很担心 好 或者说哎呀 我小孩现在三十岁了 哎 还没嫁出去 哎呀 还没有结婚 哎 很担心 很烦恼 然后就会不停的担心 不停的担心 哎 但是我听过一个说法 说我们的这个想法会创造未来 我们能量会创造未来 那 有一次呢 我就简单的做一个很小的实验 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呢 小孩跟爸爸出去玩 要回家的时候都会哭 所以每一次呢 我都会预想 哦 他就是会哭 然后我就会开始心里很糟糕 因为小孩哭 我就要安抚他 又要让他准备睡觉 就会很担心 所以在那段时间呢 他快回来的时候 我就非常焦虑 然后充满了各种很负面的情绪 哎 那有一天我就想 既然我是常常在节目当中 跟导师来 这个访谈 还有听很多学员分享 我就想那不如我来做个实验好了 就先听导师的音乐 然后先让自己镇定下来 然后就开始做一些心法 然后呢 就很神奇的就 哎 每一次回来都必哭的 这次回来就不哭了 然后还高高兴兴的回来 我就觉得哇 这个能量是不是可以创造我们的未来呢 的确如此啊 你想的就在想的同时就你有能量了 创造了正能量或负能量 而能量它是可以wireless 所以的确你今天想到的对应点是谁 那他你跟他之间的关系与否 会决定到对他影响的深远与否 所以当然了这里面它是 一体性的 但一般人他不了解的情况 像笑愚说 真的这么神奇 其实这不是神奇与否的问题 这是他里面还有很多学理 我们不知道而已 你知道吗 所以你会觉得神奇 如果真的把它用一个公式 数学公式演化的推算 一步一步推出来的话 你会说哦哦哦 你看着会觉得名正言顺就是长这样 那只是说在我们这个红尘里 很多人没有去这个钻研 或者是真正的科学面 还是有一些是没有办法来做这个全然的解释的时候 对 那当然了 就让很多人就觉得 诶是不是碰巧啊 诶怎么会怎么会 对不对 很多心理的问号就出来了 其实这是非常科学的 真的耶 其实其实呢 还有一件事情可以验证这件事情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不是有句中国古话吗 叫做说曹操曹操就到 诶常常我们在讲某个人的时候 这可能就会出现 诶真是屡试不爽诶 在公司如果讲同事会话 那个同事就会出现 超可怕的 所以这件事情它是真实存在的 我相信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 你稍微留意一下 比较有意识的去注意自己的言行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个 我们刚刚说 我刚刚说神奇嘛 但刚刚导师说 它其实就是一个学历 它可以去推断的 如果你经常的有这个意识 你就会发现 这个生活当中 这样的例子 真的是屡见不鲜 所以能量这件事情 它就是真实存在 而且它的正负能量 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一生 所以真的必须要去留意 那既然我们说到正能量 我们都喜欢正能量 正能量就代表开心 好的正向的 那当然我们说负能量这件事情 当它来的时候 要怎么办呢 老师 那我这边就再举一个 非常浅显的例子 大家都会遇到的 你一定有过 在路上走着走着 想着心事 越走越不高兴 有没有这种经验过 有啊 有 有吗 那你也一定有过这种经验 你有没有去过百货公司 比如说过年的时候 之前半年 或者说他放着这个 过年的音乐 有没有 咚咚咚抢的 对对 这种喜气洋洋的 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 就是前面心情不好 然后你到一个地方 他刚好听到这个音乐 然后大家气氛不一样的时候 突然间 你原心的那个感受就不见了 然后一种喜气洋洋的味道就来了 对 有过这种经验吧 有有有 这就是能量 这就是能量 你如果那天没有去那百货公司 走一圈的话 你可能回到家 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觉得一天心情非常糟 对 你去了百货公司 听了这音乐 觉得喜气洋洋 回家看什么都顺 那这里面呢 就牵扯到所谓的正负能量 正能量多 想的都是正面型的 都是好事 负能量多 就天天 这边觉得不如人 那边觉得遗憾 要不然就是 觉得这辈子真的是苦了 不能再苦了 哎呀 真是命苦哦 没有 嗯 那天天这样喊的话 那你还是出不了头啊 那每天喊也没有用啊 嗯 对不对 那像这样子的 呃 堵在那里面的 或者锁在那里面的 哦 出不了头的人 对 其实在红尘里 不管是哪个国家 哪个人走 男女老少其实 太多太多大人在 嗯 只是他们不知道有用 该怎么办呢 他如果没有一个对的方法 他怎么办呢 他也只能就按照他原先的模式 祈祷吧 嗯 看看有没有办法扳回一层 那如果没有怎么办呢 是不是 嗯 所以超级生命马这些年 好扮演的角色 就是让这么多 哦 原来被卡住的人 哎 上下间就活过来了 嗯 上下间就改写了历史了 嗯 那这样子 哦 一个天算 跟地下的天壤之别 那只有走过来的人 才知道说 哎 好家在这辈子 遇到了超级生命马的系统 嗯 这样 对 真的很多学员的心得 就是哎呀 早知道 就早一点再多认识 再早一点认识 超级生命迷马 或者是早知道 听到的时候 就赶快认真的学习 不要在那边 浑浑饿饿过日子 这是很多学员的心声 哦 所以 我想今天听到 节目的朋友呢 他也是一个契机 他也是一个邀请 哦 我们一直说 你要做实验 做实验 就是因为你试了之后 你才知道 是不是真的吗 哦 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 它确实产生了 呃 正向的帮助哦 所以我们说 在超级生命命马当中 不是讲玄学 不是讲玄学的东西 它是一个科学验证的方式 就像我们之前提过的哦 呃 就是有很多的科学家 开始在研究这件事情 爱因斯坦 他最早就提出 能量学习 计算公式 所以这件事情 他是呃 第一个 他是成立的 第二个呢 就是他可以来透过练习 透过方法来调整他的 好 那么在这边 我们也先稍作休息 待会来之后呢 也来跟大家聊聊 我们是不是有可能 在生活当中 完全没有负能量呢 那如果我们面对 负能量的时候 是去抵抗他吗 还是去责备他呢 还是去消灭他呢 好 那么在这边 我们先来听一首 好听的歌曲 由太阳声的导师 作词作曲的歌曲 记得你的好 再回到节目当中 我会记得你的好 这安情 从此忘不了 直到天荒地老 就是在意你的好 天天回味 你总是不能少 温暖间一套套 宅在海南那里找 回味暮暮朝朝 总记得你的好 你能幸福就好 快乐就好 香水浓浓祝福 天涯海角 不计较你给了多少 只在乎 只在乎一抹浅浅的笑 不论神在那里 好奇妙 总记得你的好 但愿会知道今生来世 永远会记得你 对我的好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 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富足人生千百百问 欢迎回来 振升台北调平台 FM104.1 进行的是 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钟 福到你家的单元 富足人生千百问 在这个单元当中 我都会跟大家来探讨 人生当中各式各样 不同的议题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跟大家来聊聊 能量这件事情 我们在前面 不断在告诉大家 能量这件事情 它成立 它是真实不虚 它虽然看不到 摸不着 可是它就存在 而且会影响到 我们的人生的 吉凶祸福 那在之前呢 都有非常详细的解释 如果想要再更多了解 或是想要再听清楚的朋友 可以再听重播 那在这里呢 我们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既然我们知道 负能量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 在人的一生当中 或是不要说一生啊 我们每天生活里面就好了 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有没有可能完全 没有负能量的出现呢 完全没有负能量呢 那或者是说 如果我们当出现负能量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去应对它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也邀请到的 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精神导师 太阳圣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导师好 笑语你好 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所以来请教导师 就是每天的生活当中 我们有没有可能是 完全没有负能量的出现呢 那就看 就问笑语就好了 你每天能不能够有好心情 有没有随时 好 哪个念头不对 就让自己心情又荡下来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会啊 还是每天都好心情 没有啊 可是我都觉得 是不是因为我功力不够 所以才会 就是你知道 小孩吵闹的时候 就会生气 你看哦 像笑语在讲 是因为小孩吵闹 真气啊 或怎么样 然后 有些人就会说 哎 因为现在啊 工作的不顺啊 所以让我每天心情不好啊 有没有 对啊 有些人就说 哎呀 是因为钱不够用啊 每天在烦啊 所以心情不好啊 对啊 但是 有钱的人 他也是心情不好啊 有没有 他也是 天天烦的事情一大堆 那只要是烦 就说心烦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可能接到的东西呢 好事不多了 为什么呢 这属于负面的 那 产生的这个思维的时候 就一团负能量出现了 那负能量出现呢 你在想的时候 又很用力啊 这个心啊 各方面在运作啊 所以这个能量又在流失啊 所以这等于是雪上加霜 哦 所以就渐渐的你会发现 哎呀 怎么一天不如一天 嗯 哦 你看有些人他一辈子 哦 他可能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议题里面 一直是负的 嗯 然后他就觉得哎 这一辈子哦 再 回来看过去的几十年 他觉得哎呀 真的没什么好提的 嗯 但是 你说 他的这个事情有这么严重吗 别人看可能是小事情 但他自己看可能是觉得一个 比天塌下来还要大的事情 嗯 因为这个事情又影响自己这一辈子 如此的 哦 能量不足 或者是负能量 一缸子的 嗯 那 那这就在告诉了我们呢 在身心灵里面呢 哦 他都一次跟能量息息相关 嗯 但是在心的部分呢 是特别重要 嗯 因为心呢 它可以创造很多可能性 嗯 要么就是能量争议 要么就是能量流失 嗯 要么就是正负能量产生的 这个刹那间 和我们心的运作是息息相关 嗯 所以你就会发现 你看每一天啊 你高兴还是不高兴 嗯 其实跟我们的心 哦 这中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嗯 但是 每一天心情不好 也是过一天 对 明天 太阳出来又是一天的时候 可是又是因为什么样的议题 又是心情不好 嗯 但是 一般的人 哦 他觉得这是 呃 像家常便饭一样了 对 所以他不认为 哦 应该要怎么样的好好的去 审视自己的生活 嗯 那 一晃眼就一辈子 嗯 可能卡住就卡了一件事情 就卡了一辈子 对 但是 我们超级生命码的系统 就是教我们所有的学员读者 怎么样 在你的生活中 哦 能够 如果有负面的 把它转成正面的 嗯 如果在正面的 把它转到更好的一面 嗯 也就让大家呢 都有一个成长可能性的发展 对 所以我们说 人是有无限的创造力的 我最近对于创造两个词呢 非常的喜欢 觉得创造是一个很有能量词 就是我们可以主动的去创造 去发展我们想要的状态哦 那刚刚导师说 其实有钱人也有有钱人的烦恼 我就想到一件 嗯 这个 有趣的事情 就是呢 我以前呢 常常都觉得 啊 我自己学历好像不太够啊 就是说读的书好像也不多 嗯 那有一天呢 我就认识了一位 正在攻读博士班的朋友 那同时呢 他又是念法律的 而且他是在某个高 呃 非常大的公司 担任这个法务的 呃 这个 呃 高 主管 我就觉得哇 他这是一个充满了智慧 又充满了 这个学士的人 又很厉害 结果呢 他告诉我 他的烦恼是什么 他说 他的烦恼是 因为他正在攻读博士班嘛 他说呢 嗯 我在思考说 这个念这个博士班 对我来说 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那 我的人生走到这里 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就开玩笑跟他说 哇 你的烦恼好高级啊 好好 但是就从此来说呢 就说诶 诶 这是不管什么样的人 不管他在什么样的位阶 不管他有多有钱 多有权利 多有事 他都有他的烦恼 所以每一个人都 其实是一样的 那但是呢 我觉得在超级生命密码当中 很棒的这一点就是 我们既然知道了 能量的重要性了 也知道 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 呃 身份地位 我们都会有不同的烦恼 那么 重点就是 我们可以很平等的 就是我们都有能力 去创造我们的未来 所以刚刚说到负能量 他对我们的影响 那么的大 我们的起心动念 也都会影响到 我们的能量 正或是负 那就来请教导师哦 就是说 那我们的负能量出现的时候 我们要去抵抗他吗 还是去 我们要责备他说 哎呀 我又怎么又出现负能量 我为什么要这样想的人呢 还是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呢 是 那笑语说 这个负能量产生的时候 我们要去抵抗他吗 嗯 其实这个是一般红尘中的人 在负能量产生的时候 他就会想 怎么那么衰 又遇到这么不好的事情 对不对 那有时候 我们以前小时候 也想说 就要努力 才会有出人头地 有没有 那所以那个时候 就 这个 反正就是连连看了 乱连一通了 所以就反正负能量来 那我要诞生我的 这个生活啊 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 结果 可能 做法错误 或关键错误 不弄还好 结果可能 越弄 提着油去交火 有没有问题 更大更多 这是大有人 遇到的事实 对 那你说 负能量产生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要先去了解 为什么会有 负能量的发生 对不对 所以人家说 这个解铃人中心 信铃人 对不对 所以你要了解 这个产生 到底是谁产生的 然后在这个里面的意味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 四两拨千斤的 简单的方法 就把它摆平 对不对 或者怎么样 才可以让自己 从今以后 高枕无忧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你说你去跟他拼了 说你这个负能量厉害 那我要想方设法的 去怎么样弄 你的负能量 在我面前 小菜一盘什么的 或者是面对面就开始 可能打起来都有可能 对不对 重点是问题有没有解决 对不对 问题没解决 你怎么样的 用尽心思 花尽力气都没有用 这好像什么呢 这好像 你说这个有些人生病 你有没有用对药 用对方法 那问题解决还是事实 你说啊 他是什么什么什么 哪种病的战将 已经战了几十年了 对不对 那问题是他病还在啊 那你战了几十年也没有任何意义啊 对不对 对 所以解决之道 那才是真正一个key point 问题是为什么那么多人 他遇到了负能量 他没有解决之道呢 嗯哼 对不对 谁不愿意自己好呢 对啊 谁不愿意 现在问题立刻解决 然后马上走到哪里 都心旷神医呢 嗯 所以这时候呢 就要讲到 负能量 不是你想解决它 如果没有用对方法 嗯 你就能解决的 嗯 所以你还得用对方法 嗯 那么 方法对还是不对 我就经常在讲 问题解决了 你看到 这个现象改变了 对 就代表方法对了 嗯 如果你老是解决了个半天 方法都用尽了 但是事实还是让你这么样痛苦不堪 那就代表着前面都不灵了 对 那事实告诉我们 不给力啊 对不对 所以咯 这个现实面 各方面就要看得很清楚 嗯 究竟我们处在在哪里 我们正在解决问题呢 还是我们正在哀嚎 还是我们正在 嗷嗷待哺 嗯 希望怎么样的一个 救生圈从哪里丢下来 让我们能够抓住 对 我觉得先把自己 先定位比较重要 嗯 我们究竟在跟富人家 面对面的这一刻 我们究竟已经是 怎么样的一个 已经好像损失到什么程度了 还是正准备要有损失了 还是我们赶快去未雨绸缪 赶快去解决问题了 嗯 不然这是重点 嗯 再来呢 就是我刚刚讲的 嗯 解药有没有拿到 嗯 如果解药没有拿到 我们凭什么高枕无忧 嗯 对不对 对 你说别人 别人说这样方法有效 那对我们有没有效 我们要来实验啊 嗯 如果那个方法没效 你说用了五年 还是没效 那这五年不就是浪费了人生了吗 嗯 所以能够遇到对的方法 又很重要了 嗯 所以我们又要更加的 好客观 来看自己 我们是不是真的有 啊 一个有效的方法 在面对我们的负能量 或者是人生的瓶颈中 真的是就像解药一样 已经在这个解答的路上 一关关过 嗯 问题越来越小 嗯 如果是 那当然是庆幸了 如果不是 那怎么办呢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必须要跟自己 好交代清楚 才能够面对自己 对 也才能够让今生真的不是留白 嗯 而且不是虚好此生 嗯 那这些东西一定要有一个对的 哦 光明的 正确的 而且是一劳永逸的 嗯 哦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系统 可以来帮助我们 嗯 那是真的有吗 还是假的有 嗯 这些东西我想就是要我们去摸索 嗯 去做实验来看 来告诉自己 最客观正确的答案 随时做某种的调整 补强 嗯 我想这样子 才会给自己有一个好的交代 嗯 只要做实验就可以知道答案跟结果了 而且就是在生活当中 无时无刻你都可以做实验 所以这个方法很简单 在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当中呢 都会告诉你这个步骤一二三 那科学的验证就是说 诶 我按照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去做 那他就应该会得出一个结果 好 所以我们看的是这个结果 你透过这个方法做了 看到这个结果 是不是真的可以产生生活上的改变呢 我常有时候 呃 去呃 比方说 认识一些可能长期在修行啊 或者是参加某一些 呃 系统的 就组织的朋友啊 他们有时候就会说 哎呀 我自己说 我都几十年啊 在这个系统当中很久很久了 或是在某个组织很久很久了 然后我看他 嗯 这个三十年好像 嘿不是都这样吗 哈哈哈哈 好像没有什么改变 哎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就像刚导师说的 那就是其实就是虚度了那些时间 那时间累积了再久 他其实就是经过 他就不是经历了 那他只是随着时间流逝 就是年线 就是年纪 年纪见长而已哦 那就很可惜 所以在这个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当中呢 是邀请大家 你可以做实验 就能够知道这个结果对你来说是不是好的 是不是你喜欢的 是不是真的对你的问题产生了解决方案呢 好 所以如果有想要了解的朋友呢 当然在节目当中 他都会有很多免费资源在上面 包含导师的很多的音乐都在上面哦 那在全世界各地呢 也都有超级生命密码圆满人生精英会 这个精会就是读书会 会一起来导读导师的书籍 超级生命密码 还有其他的书籍 另外也会有很多学员 会跟大家来分享 他们在这个学习当中的一些心得哦 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大家一起来学习 有同学的感觉会更好哦 那如果想要参加的朋友 因为在全世界各地哦 就包含台湾啊美国啊 马来西亚啊各地方都有哦 那所以呢 就欢迎大家可以透过 官方网站跟手机APP的客服人员 或者是透过电话 可以来询问你 距离你家最近的 这个圆满人生精英会来参加哦 那这个电话呢 是台北电话 0255995439 台北电话 0255995439 可以透过客服人员 或者是电话来直接做询问 好 那么在今天呢 来跟大家分享 关于能量的这件事情呢 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了 也再次感谢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精神导师 太阳圣德导师 带来精彩的分享 谢谢导师 谢谢夏宇 谢谢大家 再次谢谢太阳圣德导师 带来精彩的分享哦 好 虽然节目到了尾声 不过呢 每周六的晚上八点钟 在YouTube或者是FB 只要搜寻 因为你 音乐的音 就可以看到这个 很棒的线上直播节目 在节目当中 会有歌手演唱很多好听的歌曲 同时也会有短短的分享的时间 另外呢 只要在Podcast上面搜寻 浮到你家就可以听到 从过去到现在 所有的节目内容 非常的精彩哦 那么之后呢 这个节目 也会持续的 不断跟大家来见面 在最后呢 也再次送上 由汤圣德老师 作词作曲的歌曲 随光满意 再次祝福大家 我们有个美好的周末 我们下周六同个时间 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钟 辅导你家节目再会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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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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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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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